3D 獵鷹 3D 獵鷹 3D 獵鷹已經不是在高不可盤 它有可能比你家中買的電視 或筆電來的便宜許多 你可以輕易的在 許多購物平台或電子賣場上買到 甚至你還可以自己組裝 但當你有了一台3D獵鷹機之後 接下來你要準備一些什麼呢 除了機器本身的維護 以及操作學習之外 各種免費的 3D 獵鷹資源及素材 也能讓你事半功倍 首先我們要來介紹一個 全球最大的3D 獵鷹資源網站 Singiverse 裡面收藏了全世界3D獵鷹玩家的 創作作品 內容從教育、藝術、意志、科學 歷史文物、電影道具 機器人等五花八門 只要透過網路下載 就能與全世界的3D獵鷹玩家 一起學習許多內容 讓平常只能在教科書看到的靜態圖片 透過3D獵鷹 讓我們能實體的去了解這些知識的奧妙 像是汽車或飛機引擎 博物館才有的恐龍化石 或是遠在埃及的金字塔結構 3D獵鷹 讓時間及空間不再是學習的限制 而台灣在地也有像FaceLab 這樣多元化的資源整合平台 收藏了許多以在地文化為主的3D獵鷹資源 像是台灣黑熊、蜜猴、企鵝 滾銀頭戰車等等 並且也擁有跟Singiverse相同的客製化工具 像是復古車牌、天燈、印章、書籤等等 幫你打造屬於你自己的3D獵鷹文創商品 另外 S-Lab還有貼心的雲端工廠服務 只要有想法 就能幫你找到從設計、列印到生產的廠商資訊 而想要擁有自己的創作作品與大家分享的時候 學習3D建模軟體就顯得非常重要 3D建模軟體也跟3D列印機一樣 不再是昂貴、難以上手的專業軟體 而是免費並能輕鬆學習的好幫手 像是123D Design、Mission Minister以及Scarbatrix 都是3D建模的好幫手 123D Design擁有一般產品設計 最常用到的建模功能 它擅長點、線、面、流暢的曲面繪製 也能精準的設定大小、數值 可以協助設計想要開發的產品 Mission Minister 則是著重於多邊形的混合建模 及印錢作業的處理 例如3D列印會用到的支撐材、卡榫、拆件 也一應俱全 是3D列印必學的軟體之一 Scarbatrix 則是擁有觸感直覺的尼索建模特性 可以在電腦上模擬出捏黏土與雕刻的感覺 能夠創造出形體自由的3D模型 除了這三套入門之外 免費的開源3D軟體也非常的多元 不必擔心還要花一大筆錢 才能學習3D建模軟體 現在 3D列印學習及資源這麼輕鬆方便 還不趕快跟我們一起加入嗎?